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就它的弹道已经形成了 轨道已经掉下来了 这过程就不肯定了 所以就必须进入一些其他的处置分支了 有一些比如过载 我发现前面过载会偏大 那我会重新生成一组新的弹道 里边有那个全数字防针模型 会不停地去感知这个模型 也会修订这些参数 如果这个过载发现生成之后 我发现超过我的一些预指 我会重新迭代 我们通过弹道设计上 是可以把它控制在 比如说这个3.5G以内 航天员他们三个做的那个座椅 我们叫座椅缓冲装置 这个本身也会进一步减速 就是它在返回前这个座椅会抬起来 然后那个落地的时候 它座椅会通过那个缓冲装置 会进一步这个缓冲这个冲击力 然后还有咱们大地 大地这时候是那个防针大地已经抛了 就是接触这个地面的瞬间 它会结构会变形 变形也会吸收一部分能量 所以说这块的这个 咱们冲击过载这块 是有多方面综合来控制的 目前看下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这一次呢相当于是 我们是增加了一个这个预测指导的形式 这个预测指导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这个想啊 就相当于是啥呢 就是我类似于我当前的这个测量的状态 或者我自身的这个位置信息 我是知道的 那同时呢我现在要返回什么地方 就像我射箭一样 我的这个靶心在什么地方 我也是知道的 那么我根据这个两点的这个信息 包括我大概返回时间的一个设定 我就可以通过航天器自主的一个规划 找到一个最优的一个返回的轨迹 地面四公里的时候 这时候还有一个200米每秒的那么一个速度 这个速度大概相当于咱们那个 咱们高铁是350公里每小时 大概是两倍这么一个速度 但是我1200平米的伞 直接打开是不现实的 平时刮大风下雨天 你打一把伞 是吧 因为它这个速度很大 你就这伞都容易翻过去 是吧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 这个伞生一米的这个重量 比我们一个乒乓球还要轻 但是它的强度呢又很高 像我这个70多公斤的 那么一个体重的一个人 他大概可以承受过 五个我们代表的一个人的那个强度 我们从材料级到零部件级到单伞级 到整个伞系 我们全部要做实验 比如说我们在材料级的时候 要把材料的强度 各种各项指标我们要验清楚 然后我们去做缝纫 针对于受力的这种关键环节 我们去做这种实验 保证环节没问题 我们再上整个伞 整个伞出来我们要做强度实验 我们要做一个空头实验 就是从用飞机投放 然后把它整个程序进行验证 对于我们空间站来说 我们神州飞船已经很成熟了 就现在我们自种可控的这个水平 已经很高了 我们是能保证我们三人的航天员 近地的返回是没有问题的 但后续我们也描向更远的这种 载人登月 包括空间站后续的 我们有一个新代载人飞船 也是要做相关的实验进行验证 现在也就相当于在做这份工作 那个伞是三个伞 每个伞不如这个大 但是加起来的是比这个大 非常稳定 进行的 谢谢 谢谢 好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